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吃这个阿芬卤面 卤面呢应该算张周小吃一哥吧 但是呢卤面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家里面自己打的卤面 我阿姨打的卤面呢超级超级好吃的 下次有机会呢带大家一起去吃一吃我阿姨的卤面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吃一下阿芬卤面过一过嘴饮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点的卤面粉 然后我们加了这个粉肉就是猪肉裹粉这样子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两个都没有吃过耶 这个东西好像是让阿姨推荐的 是叫什么大肠头吗 然后大肠头 但我没有吃过我想试看看 因为我朋友可能不敢吃这个东西 我先试看看 嗯 感觉就是很普通的猪大肠 但是没有猪大肠那么脆那么韧 就有大肠加点肉的感觉 然后呢这边我们还另外点了这个炸肉和五香 张州的五香很有名 但我不知道他们叫五香好不好吃耶 五香的话我也喜欢吃阿姨的五香 所以我阿姨才是张州小吃一姐 嗯然后刚才我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卤面这个汤头嘛 其实卤面的灵魂我觉得就是它的汤汁 然后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吃外面的卤面呢 因为我觉得外面的卤面它的汤都很稀 但如果家里面打的卤面呢 它就汤头非常的稠 就很像在喝那种西式浓汤的感觉 但是呢给大家咬看看 外面的这个卤面呢它的汤就是很普通 而且没有什么料 如果自己打的卤面呢就可以加很多的香菇啊 虾仁啊还有干贝 就下一个座不好的衣服 在这边用的衣服 对 刚才呢我去剪了一个头发 就稍微修了一下 然后的理发师也帮我绑了一个可爱的小辫子 所以今天呢就是一个一直都拥有发型的冲冲呢 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手艺比较好诶 跨一波我的心灵手巧的妈咪 然后呢现在我们要继续吃吃吃了 现在我们来到一家麻糍店 它叫老油麻糍 就是这个老油麻糍店 其实呢我也比较一般这一种糯米类的东西 觉得很饱腹 然后但是我朋友很推荐这家店 我之前没有吃过 所以呢今天就拖大家的福 我第一次来尝一尝这一家店 这手机的微比这个数码差 哦 这个是单碗的吧 这个是微单 就是它感染什么都应该 对啊 你们是在学摄影还是兴趣 兴趣兴趣 这个吗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 那个冰箱冰箱很好吃 好吃啊 好吃的都冰冰凉凉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麻糍 这边有的一盒五块钱 不是我们现在 不用了不用下次再吃吧 好的 谢谢 好 让我们一起干了这个麻糍 咬一下 里面呢就是有这些脆脆的东西 然后吃完 你整个嘴巴都是花生粉 就是这个样子 糯米真的吃得很饱 然后 不太说了夏天吃这个东西 因为很上火很上火 然后就要喝很多很多的水 好了 那我们试吃麻糍的环节就结束啦 哦 终于到了我们的最后一站了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跟视频刚开始比 苍老很多是怎么回事啊 好了 现在终于到了我们视频的最后一站 是来吃这个生烫跟沙茶面 我特别喜欢吃生烫 生烫应该是我 荡州小吃的排名中 排第二名的吧 就仅次于豆花 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然后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呢 是海能生烫 其实这家我也没有吃过 生烫呢我比较喜欢吃 以前我中学对面那一家 它是做那个枸杞烫 就是用枸杞也做生烫 那家很好吃 然后这家呢也是我今天的第一次尝试 感觉我很不local诶 就完全是很多店 都是我们第一次今天来吃的 叫鱼豆腐 叫鱼豆腐 对 鱼豆腐 鱼豆腐 你要什么 我待会点在生烫里面 你点你的吧 还有 这哪个 还有 这个啊 啊 那是什么 你要这个吗 我待会点吧 我不要 那我要这个 还有 是这样子的 然后等会给我放一点鸭血 没有鸭血 没有啊那个不是吗 汤里面的 沙茶汤里面的那个 那个豆干 豆干啊 好来 我只好想要鸭血 吃 没有 你吃 你要哪儿 我要红钱哪儿 我要红钱哪儿 有 要说哪儿 那这是哪儿 那这是小公子 这是小公子 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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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还有地管还是 有地管 地与 地与 对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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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沙茶不要太辣 我猜得不太蜜 這個呢是我朋友點的沙茶麵 然後我點的是這個生燙 生燙呢我覺得它的精華就是可以加很多這種不同的內臟 我覺得生燙是一個很適合當早餐吃的東西 早上的時候你吃到這些內臟也覺得很新鮮 然後我對生燙的記憶就是以前高中的時候啊 經常不上體育課就跑去學校後門吃一碗枸杞燙 然後請問對面這位同學你為什麼喜歡吃沙茶麵呢 因為我覺得湯很好喝呀 辣辣的 就我自己的話是覺得沙茶的湯有點太膩了 超自癒 我覺得深燙得很燙 湯頭真的非常的自癒 posting文字嗎 你第一次看 我是 103日曜沙尼 是一個鬼吧 兩座VR from三大廈 doe 很久不見 survive 以前我們爹得更 част的 好了,刚刚我们吃到一半的相机没电,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拍 然后现在换了电池来跟大家做一个ending吧 今天真的吃的超饱 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上周小吃呢,还是第一名豆花,然后第二名生汤 然后今天我最喜欢的环节呢,就是在理发店,所以空调一段时间了 那我现在来采访一下这位不愿意出击的朋友 你最喜欢的上周小吃是什么? 那可能是沙茶,面,还有中午吃的四果汤 哦,四果汤也必须拥有名字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这边旁边有个中学,然后里面是正在高考的学生 高考完了没有现在这时间? 还没有 哦,希望你们英语加油呀 这个时候考试英语吗? 这个时候,希望你们考试加油呀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 希望还可以再继续给大家拍张周小吃vlog第二集 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这个就是阿姨包的粽子,阿姨牌粽子 这个是刘佳创意菜柠檬鱼 有点喜好,还愿意菜变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